死亡 人到底都是会死的 然而 很少人能够接受死亡的分离 或者对死后会发生什么事的那种恐惧感 对于死 佛教徒显得好无知 甚至于有人改变信仰 去求取正确的葬礼 确保死后可以抄捷径上天堂 当面临生离死别的时候 家属中信仰其他宗教的亲人 例如死者的儿子 会很急切地 将谁死在床上的父母改换宗教 很多佛教的孩子是无助的 因为他们不知道 一位真正的佛教徒 是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死亡的问题 所以就任由其他亲人 为死者改换信仰 因此 信佛教的孩子 应该在死前表明他们的意愿 并且教导孩子在他们死了之后 应该以怎么样的宗教仪式来安顿为体 有很多无知的人对死亡有很大的禁忌 而且不喜欢在某些时间或者日子参加葬礼 因为他们认为 在不适合的时间 参加葬礼是会带来恶运的 孩子应该从小就认识到死亡是生命终结的一个自然过程 他们应该学习 在看到棺材或者尸体的时候 不会产生不自然的恐惧感 他们应该知道 在葬礼的时候 需要如何理智地处理事情 如果在死亡发生的时候 孩子还未培养出这种观念 这样这些年轻人就会感到彷徨无意 这样在其他无耻宗教信仰者的影响之下 他们或者就会乘机叫他们改信其他的宗教 又或者叫他们花很多无谓的金钱 在迷信或者其他无意义的仪式上面 首先 我们必须了解佛教对死亡所持的态度 根据科学的说法 生命是一连串的起和落 在我们的体内 细胞不断地死去 并由新生的细胞代替 这样说来 生和死 其实每分钟都在交替住 而死的现象 只不过是这种连续的过程的一个极大终点 但是这个终点 却不是永远的 事实上 在每一个人心跳停止之后 重生就会发生了 这样 在佛教的教义里面 死亡 并不是一般宗教所说的那些 一种永远安垂在上帝怀抱里面的一种结束 而是继续以另一种形态重生的过程 所以 我们不必害怕死亡 有监于此 佛陀对于如何处置尸体的仪式 并没有作出说明 死者的身体 应该以一种尊严的方法来安葬 然后好好地处理它 以便后人对他生时所作的一切有所追忆 他以前的所作所为 前生将决定他来生的命运 我们应该对死者在前生的所为 为我们付出的一切感到感激 我们感到悲伤 是因为我们所爱的人离我们而去 所有的亲戚朋友 应该围绕在死者的身边追尸 并分担彼此的悲痛 并且在伤心的时刻 互相给予精神上的支持和安慰 在追尸的时分所举行的各种传统礼仪 亦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因为它能够减轻我们的悲伤 在伤心上的地方 他们感到证明地能够在成统礼仪 想中传统礼仪 方面将肯定持统礼仪 时间 在统礼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